來囉 來囉 哎呀 哇 怎樣啦 還好吧 可以就是 檢查一下你的頭髮嗎 好啊 可以嗎 它就是會有大家 最常飄染的問題就是 乾燥 然後枯黃有沒有 其實我都會建議他們 就是可以使用一種就是 摩洛哥油 就是它其實是髮油 裡面的成分都是植物油 它有四種不同的植物油 然後它有不同的分子 大分子小分子綜合起來 如果你們的長度大概是過腰的長度 我就建議大家大概擠個五塊錢大小 五塊錢大小 然後抹之前呢 一定要兩手先均勻的把它戳開 我們從尾巴最乾的地方 先集中 從尾巴開始 一定要先從尾巴 因為其實尾巴是整個頭髮最乾的地方 那我有發現你 從髮尾戴上來的時候你轉一個圈 對我稍微轉 其實這個動作扭轉其實是讓頭髮可以 完整的包覆到髮油 而且它的味道很舒服 是那種 花香 對 聞起來不會太刺鼻 對 而且它吸收很快 對啊它吸收真的很快 而且因為其實它這種油 有兩種用的方式 像如果你本身頭髮很受損 我會建議在洗完頭 頭髮還濕的時候 你直接擠然後抹在頭髮上 其實這個效果是抗熱 然後再來就是幫助頭髮可以更快的吹乾 吹乾之後再抹的原因是 它要用頭髮形成一層保護膜 然後可以對抗髒污或紫外線的問題 你看 順到不行 而且整個光澤度就有了 怎麼樣這個 這個布丁很嚴重 對啊 來看一下 我先來幫他做個檢測好了 好啊 因為你看 看一下頭皮有沒有什麼問題 來囉 唉唷 怎樣啊 唉唷 還好吧 唉唷 我跟你講 來先眼睛看一下 你這一塊呢 其實就是有點微泛紅的狀況 通常大家會泛紅就是 第一個熬夜啊壓力太大 失眠的問題 再來就是你剛剛說的 你洗頭抓很大力 對 這會造成頭皮很大的一個負擔 建議它是用一種頭皮的滋養液 OK 這一瓶呢 蘋果萃取的一個頭皮滋養液 它其實是幫助我們所有頭皮的問題 比方說有敏感 或者是會乾燥 或者是說 欸頭皮可能會有一些 騷癢的問題啦 其實它都可以幫我們達到一個鎮定的效果 它這一款它是超級霧狀 它是噴頭式的 所以你在噴的時候 你大概距離大概 一個拳頭左右 你就輕輕的這樣子 噴下去 你要把分線先分開 對 然後你就是 一個部位都要噴到 噴大概一條線分三下 因為它裡面有 蘋果的萃取 對 是就是你知道 這很厲害的一項科技 對啊 哪裡的蘋果 它是瑞士的蘋果 瑞士的蘋果 我跟你講一定要瑞士 因為這個科技是 有做過實驗專利的 是真的可以對我們 頭皮有一個 就是你知道 很好的效果 好 然後輕輕的噴完之後呢 稍微用手帶一下 按摩 對讓它均勻 先不用按摩 我們先把它用均勻 枕頭噴完 我們再來用按摩書 來做按摩 對 還有按摩書 對 它同樣的系列呢 還有一支很厲害的按摩書 很多人都會看到自己按摩書 想說怎麼掉一個孔 可是其實它是因為 它要讓這個按摩書去排氣出來 所以它才可以達到 頭皮按摩放鬆的效果 梳子往下壓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彈性在 這時候呢 回彈的時候 氣就會從那個孔排出來 那所以它是要怎麼說 其實大家如果家裡有這種按摩書 就是你在使用的時候 分為三區 第一區 第二區 第三區 然後梳的時候 你都可以稍微用按壓的方式 輕輕的說有沒有 應該很舒服吧 其實這樣子你在噴完 頭皮治療液的時候 第一個是它要讓我們的 頭皮循環更好 再來就是它可以刺激穴道 然後讓我們剛剛的治療液 可以更加吸收 我跟你講它會有涼感 而且它是微微的 它裡面有加薄荷精油 OK 那好舒服 很舒服 而且它的涼應該不會太刺激 對不對 不會 對啊 是蠻舒服 然後呢我們先 稍微先排圖之後呢 從頭頂的左方 刷一個Z過來 畫到右方 可以更蓬鬆 這一定要學 對 一定要學 再畫過來 等於是在我們後面頭頂的地方 刷一個大的Z字型 只是兩個Z 這個Z好大 這個Z要很大 我以為是小Z 而且你每一個定點 都稍微按壓一下 轉過來的時候 輕壓 再畫過來 這時候頭皮固完了 嗯 髮質也很重要 好 對 所以再抹一下我們剛剛厲害的那個 摩洛哥精華油 大概是一塊錢左右 一樣把它縮到很均勻 好 戳完之後 從髮尾開始 也是髮尾 一樣先集中 對 先集中 你也可以稍微去扭轉一下 其實你大概抹髮油的位置 大概其實是中後段 OK 不要超過我們的耳上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比較好記的位置 你看它光澤是不是就很好 哇 變很好欸 對啊 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到這邊囉 掰掰 掰掰 是呀 對 我們完成了 我們聊天